這裡就講到處理家庭中的衝突 但其實這些方法都可以應用 在我們日常生活和人的相處 有人有衝突的時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會去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發現有些人很難相處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很難相處 不過不知道如果有衝突 就突然大家又不開心 又會講一些說話 而通常是這樣的 在教會大家禮貌一些 教會比較少衝突 除非是同工相處 就是衝突比較多接觸 然後在上班大家都會盡量禮貌一些 所以在上班的時候 有時會避免衝突 但是也會有利益的衝突 在一間公司有些人會有利益的衝突 但是在家庭 就算有些未結婚 跟兄弟姐妹 家裡的家人 那些衝突 有時是會更加埋身的 尤其是一起住 如果家裡兄弟姐妹 小時候就會有衝突 大一個大家分開就已經會笑 但是也會有些負面的感覺 然後到結婚 是一個最多衝突的關係之一 好像很奇怪的 結婚當然是 所以我才會結婚的 為什麼結婚又會有這麼多衝突呢 因為結婚的關係 是最大的相處 和面對很多困難 很多事情的看法 會顯露出來 我們上一次都講過一些原因 因為男人看錯事情 看錯解決 女人看錯關係 感覺 溝通 看錯對方對自己 當然是接吏 所以在過程中 很多時候就會 對對方有點失望 男人就會覺得 女人為什麼這麼小的事 不用太緊張 當沒事就行 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緊張 通常來說 男女的經驗就會逃避一些問題 即是 她去逛街 看一場戲 吃東西 她當沒事發生過的 照回原狀 即是會有一個驚嚇 而女呢 就會是 即是很想她的關係 能夠深 能夠有愛 有欣賞 有喜歡 但當她沒有的時候 就會很失望 就會不開心 也有因為責任感 有一個強烈的責任感 那麼 女性呢 去到哪裏 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譬如照顧子女呢 就會很想那些子女的樣子 好 這個緊張程度 通常是被丈夫更加強 因為她 她很揹起責任 這個是好的 即是世界上 就因為很多女性 她看重那些 夫妻的關係 看重子女關係 所以呢 就會時時都關心子女 就不會說 容許子女的關係 或者是便差 或者是子女的問題 那這個呢 就是 即是說 在家庭裏面 通常媽媽負責任 會比較大 而因為負責任的時候 也都丈夫 不太同心的時候 就會又不開心 就會又不認同 所以就會容易 發生一些衝突 好了 其實我 其實我 時時都會有些情況 都曾經做過不同的婚姻輔導 那今天婚姻輔導 我今早做的一個 就是其實呢 即是兩個都很愛主 但是兩個很愛主 都會有一些事情 是會發生的 那我一會都會說出一些常見的 發生的事情 那 那他們兩個今早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們呢 是很 很願意去cover 那所以呢 他們是很快趣 即是當我去講的時候 他們都很願意 但是溝通的過程都發覺呢 容易有時候又會 不知道去講一些 不太合聽的事情 那我又會幫他們 去找一些好 即是合聽的地方 但我都相信呢 他們可能一下子會改完 但是慢慢會 會改變 好了 那當中有些是未結婚的 那 未結婚的 都有 兩種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保持不結婚 另一種可能性就是 有一天會結婚 那如果有一個結婚 那你今天所聽的 都是會對你有幫助 那如果是保持不結婚的 那為了某種 任何原因都好 那但是呢 依然呢 能夠認識這個男女的分別 和衝突 處理呢 是會有幫助的 好了 那第一就是容許衝突 繼續呢 兩敗俱傷 即是如果兩個人都 即是好像 冷戰啊 兩個人都 對對方有點喜歡的時候 那兩敗俱傷 大家都不開心的 而另一種呢 就是處理衝突的時候 兩方面都得到益處的 其實呢 衝突不處理的時候 內心是會不開心 會痛苦 會困難的 那 譬如在教會 如果曾經有 和某個人的關係不太好 就可能呢 以後不想變過人 或者甚至不想回家 這也是一種衝突 那當然如果大家都有距離 那便會發生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曾經合作 而合作關係不太好 的時候呢 有事就會有些 這樣的衝突發生的 好了 那有什麼難阻人處理衝突的原因呢 這個應用在所有情況 第一呢 就是不願意處理衝突 很簡單 就是不想處理衝突 唉 就是 人都是這樣的 中國人會很多事呢 就是避免任何衝突 和避免講任何 稍為有顯示有不同的意見 譬如我去傳避免 那我去傳避免 那你覺得怎樣 你相信耶穌 那些人不信呢 他不會說我不信的 他多數說 慢慢來 可以了 慢慢來 讓我想一下先 就是他通常有一個 很禮貌的方式 他不會說 我有這個疑問 我有這個問題 他通常不會這樣說出來 就是比較少人 不是沒有人這樣說 就是比較少人 多數就是 譬如我來到恐怖 他有些病 以後再說 可以了 就是沒有問題 不要緊的 就是他用這個方法 是避免那些事情 亦都在分析或者很多關係 人們就覺得不想處理 我曾經在教會裏面 就發覺 某一個人 和另一個人有些問題 哇 回家上是很大的事 譬如甲跟我講 他說有一個問題 我就說 我聽到之後 我覺得應該要和我們一起說 他說千萬不要 你和我們一起說 第二天我們教會 我們的關係就破裂了 不行了 這樣 他就覺得 說出來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所以他就用作一切方式逃避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是那麼好 就是那個關係那麼差 當時來說 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是他發覺那個人都有教育 在學校不太理會 他們和兄弟沒有溝通 在教堂就會有溝通 但回去學校的時候 就沒有溝通 我發覺 有些事情發生過 令到他們不開心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這樣的時候 那個關係都有問題存在 我一直跟他講 其實在主裏面 我們一定要找解決方法 最後他就讓過 好了 約了他一起見 約了一起見 我盡量是建立正面 建立好的關係 欣賞 鼓勵 在正面一面 很奇妙的 完了之後 他們兩個關係是好 好了 任何人不是好 因為其實他是不他兩個人 他好意思 他好意思 就是他們兩個是有改善度 有努力的 即是說 不像他所想像 大家說出來的時候 就很大件事了 有很多人看他有一個 逃避心態 其實能夠用一個正面的 一個鼓勵性的 欣賞的方式 就是他面對處理的時候 是會好的 好了 第二 就覺得貝航公會改變 他不會改的 他幾十年一樣 這麼多年一樣 怎麼會改呢 這個是有時候 我們會對有些人 覺得沒有希望的 就算有些 我認識的 有些好的基督 我跟他輔導 他們都說過 唉 他不改動 他是這樣的 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這是人的方法 於是他講到正面的時候 很自然就說 是他做不到的 但是呢 當我計劃的時候 我跟他通通的神秘 很多時候 這個情況 就會當天 這個不是聖結其事 就是我發覺這個情況 因為女性的責任那麼強 他經常都是這樣 他會不會改 他就覺得丈夫不會改 好了 我聽丈夫的回應 那丈夫就說出他的困難 而有困難呢 有可能性是有時候 因為他沒有什麼 願意溝通的心 就是 男性通常是不太想 打開的心溝通 就是比較多一些 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可能性 另一個可能性呢 那問題是 可能是女性的身份出現 就是女性太過強了 那你說 不是的 女性是很油的 你看她 她的樣子 女性的確是 感覺是油的 但是女性的一個 B字的身份 和責任感 是很強的 所以有時候 她是會 譬如有時候 本來是說 媽媽真的給我們 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所以感覺媽媽是油的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有時候媽媽 因為很緊張 事情一定要做得好 又會強一些 在某方面 又會強一些 所以呢 即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她出現好意 出現一種的責任感 那有時候 就是因為那個 我太太太太想 那丈夫要怎麼改變 那丈夫就開始 很怕熱 於是她就不敢熱 不敢跟她說 一想到要說什麼 就很害怕了 所以我看到了 我有些事想跟她說 那我最後一句 就是心裡會很恐怖 就是有些什麼很嚴重的事呢 那就是 其實有時候 就是 會有這些 看差的地方 好了 當我輔導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聽到兩方面 那我自己呢 是 保持中立 而我同時有個原因 保持中立的原因 是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 男有男的強處 她有她的強狂 她也有她的困難 她有她的 就是 委屈的地方 女有女的困難 女有委屈的地方 就是我兩個都沒有聽到的 好了 當那個男人說她是什麼時候 那我又認同 那我又跟那個女人說 你可不可以說出那個男的感覺 她的感覺是什麼 你不要說 你不要加上你的意見 譬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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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那不過呢 因為她不開啰嗦 所以她不想說話 對 不過她經常都沒有責任這樣 所以她說 我當然是啰嗦 不啰嗦 她怎麼變呢 她一說就說她的意見 我說 你不要說她的意見 你只是說 你 如果你是個男的 那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有時候很疾病 當一方說另一方面的感覺的時候 另一方覺得很舒服 因為她說 我從沒聽過言論 我的腳骨太太都會明白我的感受 就是說 譬如說 她經常都覺得委屈的 當對方不能夠說出 我明白 其實呢 你在家人中 在父母 父母在你身上有委屈 跟我一起相處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很多事情很難做 教授仔也有很多噴 真的 我體會到你 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當她說這句話 我太太忽然間就很感動 哎呀 原來你明白我的心的 所以我聽的時候 我兩方面都會 看書都會明白 那怎樣來的呢 譬如我自己 我真實的情況 我父母的и得渡死 我的身上 在校母會獲回來都會很辛苦 因為我白事賭博 好的賭博的時候 一天 Muss中 mit 我 NEG salvar 受很多苦 但當我所謂耶穌說 開始體諒他那個苦 其實他還是很辛苦 因為他要這樣做法 他要面對 甚至我自己媽媽有一次跟他說 某個這樣的說話 你可以想像我是什麼家庭醫生 他說你做了我替死鬼 他說本來我呢 就要撐住 而我爸爸經常保證 那真的很辛苦 但是當你來了 當然我媽媽不是想離婚的 是因為他真的 我爸爸有了這個 就是有了後母之後 他就說他離開我們 就是跟我媽媽最後結婚 那麼就 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我後母本身 她有她的離婚 但她也有她的辛苦 那我是願意感受她的辛苦 所以有時候我見到她的時候 我會告訴她 我會說我知道你幫她很辛苦 那麼他也說 其實呢有時候 那些小朋友呢 都不知道大人發生什麼事 大人都抱在整個家的身上 就是他就跟我說一些說話 當我體諒她的時候 以我小時候呢 我真的心裡很生氣她的 但是我大過我信主 和我心裡面呢 學習體恤人的時候呢 我就能夠去說回體諒她的說話 那如果我能夠時時都這樣做 這個東西應用在所有關係的 就是看出對方的困難 她的不開心 她遇到那個困難 我是能夠說出 啊我知道你遇到這些困難 你會不開心的 那是會令到那個關係呢 是更加容易軟化的 那就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是 就是不能夠接受對方 覺得對方不好 但是當我們接受她的時候 看上去的時候 就接受原來她 都是有她的問題的 有她的困難 這時候我們也不接受她 有些人呢 不願意搖廁了 不要排斥對方 覺得不可以搖廁 他做了這件錯事 我一定要罰他到底 一定要罰回他 一定要不理他 但是其實呢 大家兩百句實 或者不服氣 就是覺得 誤懼 誤懼 總是她做在我身上 去做回她身上 或者說上時 有負面的怨氣 或者是情緒 就是一說呢 哎呀有吵架 那怎麼辦呢 這是我輔導經常見的情況 那我已經說明了 那個方法的規則 那我就說 你兩百嘗嘗 多說正面的東西 多說真相 不要說負面 你試一下 即現在呢 通常來說我輔導是這樣的 開始就會學問對方 不是 雙方 你想這個關要怎樣 你有什麼期望 你想這個關要不會改善 更加為護神 那他們都很正面 通常都說 很正面的 然後我就說 你有沒有什麼 欣賞對方的 那他又會說出一些 欣賞對方的說話 好了 那說完之後 即是雙方都說完 那我就說了 那現在我們都要處理一些問題 之後 怎樣去處理 那在處理的時候呢 那我就說 你們想一個問題 好了 但我給他們講明的原則 和方法 給他們聽看 那方法呢 就是能量去 帶出這個問題 大家去談 談 談的時候呢 你可以 即是你講出 你遇到這個困難 那你就想對方呢 去怎樣一起玩這個強硬的方法 原來好像指控對方 那我就 我說來用這個方法 就是每一個指控的方法 那我講完之後 一會兒做兩制 他又指控的了 那我又幫他 即是我其實已經給了一個原則 我說你試試回家 那時候都是這樣的方法 但是很快 他們又會退回那個方式 就是講笑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有負點的意義和情緒 會鬧出來 於是大家很難溝通 那我就說回那個方式 就是我會直接做回 同樣的這句說話 怎麼說 我們再講一次 那在過程中 是幫他學習 就是我不是 不是讓他尷尬 我不是說 你錯了 你看錯得很難溝 那我不是說 我給你一個方式 你怎樣相處 你試試這樣做 那他就試試這樣做 那做的時候有錯呢 我又會問他 那謝思先生 你覺得怎樣 那他會說 我謝思先生 都是我的意義不太好 對方又不舒服的 那可以怎麼說 有時候他會講 有時候他會想不到 但是想不到的時候 我有時候我會跟他講 那他呢 又改善 那由緣的時候 一路一路會改善 那我回家 你就試一下 用不同的方法 去溝通 我現在舉一些例子 給大家 可以應用在你身上的 比如一個例子 比如兩夫妻 和小女 那這個可能大家 我都沒有看過 但這只是一個事情 當一個事情 當我們跟一個人相處的事情 那女的那個 就說男的那個 就不太明白 好像交給太太的事 有時候 那太太呢 處理的時候 有時候懶得 懶得 懶得 怎樣呢 鬧啦 激氣啦 激氣的時候 又說什麼 丈夫也喜歡啦 周圍的家人也不喜歡啦 其他家人也不喜歡啦 其他人也不喜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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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 即她的學度就是這樣 女的呢 她也不理我 那怎樣搞呢 我現在用一個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看會到 我當我一個輔導的一個情緒 當這個女的我出去睡覺 我就告訴她 我說你試試把你的睡覺 說給她聽 你說給她的像 說出你的那個情緒 她就說到 她說我真的很辛苦 我呢 教了你的時候 還不聽話啦 不聽話的時候 而周圍的人 可能每日奶奶 又會 就是 不適合她這個方法啦 而丈夫又不夠理啦 那我就真的好像 教了她的子女 就很辛苦 教了她也不聽話 好了 當她講完的時候 那我就跟那個丈夫說 可能你感受到太太太 那她就 那她就 我說你可不可以認認 你太太的份 那她就開始說了 那她就開始說了 如果肯 即是適應到的時候 她就開始說 那她就說 那她的太太太太 我體會到 真的你教育是很辛苦的 原來 你一個人撐住很辛苦 可能人家說你錯 但是呢 你又要努力撐住 要努力去照顧 努力怎樣教導 但又找她方法 好了 即她體會到 那太太太 立刻覺得安慰我 即是原來 你知道我的困難 很多時候 這個應用在我們 普通日常生活 都是有幫助的 即是當我們 能夠聽別人的 那個困難 那然後 怎樣解決呢 那我就說 那其實 這是一個共同的困難 你們一起去找解決方法 一起找解決方法 一起討論的時候 我說 那你兩個同一陣線 但有一個子女 不能聽話 那怎樣的辦法呢 就不要只有太太去做 而是兩個一起去想 兩個一起去商量 商量的時候 他們於是就會去一齊 去怎樣去支持 互相支持 互相找解決方法 那這個時候 大家是同一陣線 這個應用在我們所有的關係上 在視訪 和人的關係 或者是同事 應用在同事 比如這樣 這個是你的同事 這個同事呢 做事有時 比如有程序化 或者做得不好 不開心 我們就很願意 他整天都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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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天做得不好 於是呢 我們就會用一個 指控的方法 指控的方法 指控的心態 這個人不太容忍 就是從他做同事 真的很慘 希望他快些失蹤 自動時跡 自量失蹤 今天就沒有平衡 那時候呢 我們就很難改變 但竟然在我這個世上 是有些不好的同事 這個是真的 有些同事 他是沒有 一個好的動機 不過有些同事呢 他是想把他做得不好 他做得不好 那時候他辛苦 他辛苦的時候 如果是能力 他問回他 他在這裏過程中 有些事情要受他 有什麽感覺 他講出來的 他會受的感覺 對不對 有一個就是 Muffin問我 我感受的感覺 他覺得很舒服 那我怎麽樣去改呢 如果要改他呢 那些感受舒服 那些感受就會改 但是我說 當對方感受 你關心他的時候 他很可能會盡力做得更加 還有可以大家相亂 都改善 就是當我們能夠 接受這個同事 他的困難 他的不開心的地方 他的壓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加去影響他 但是有些同事很難相處 是的而且確 有些人他本身的質素 是有一個獲勝在那裏的 那些人我們要防禁 但是我希望你們 如果是若結婚的話 第一 如果未結婚 你要清楚分清楚 對方的那些人 不要那麽快 不要信他的說話 是信他的行動 這句話很緊要 不要信他的說話 是信他的行動 因為他的口可以說得很美 但他實際上是怎樣行動呢 例如 你怎麽看一個人 是否一個好人 他對父母是怎樣的 我試過一次 見到 至少兩次 有一個男子 在街邊 抱著女子 走到講電話 他講電話 我來聽聽 我知道他跟父母講的 他講了什麽 他講了什麽 看看他有沒有回來 那個女子 還笑微微地看著他 很開心 因為他緊張我 不緊張家人 不緊張回家 於是那個 那個女子 王儀 很開心 就在那裏 在那裏 靠在他身上 但我的 感覺 和我的觀察 我覺得 當他對他的父母 就這樣說出來實 他日後 會跟同一個方法 對他的太太 但他現在追求這個女子 所以他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觀察的人 是看他對一些平凡的人 對一些 他父母經常相處的人 他的兄弟姊妹 他的朋友 為什麽對待 那些人 就顯出這個人 在那裏 當我們能夠 做在一些 卑微的人身上 這些人是真的 很開心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能夠做在一些 卑微的人身上 關心他 令到他舒服 我剛才所說的方法 就是靈靈人的感覺 他的困難 說回他的困難 是會令到很多人 覺得很被關心 和人體重 現在不是做樣子 不要做得很好看 真心去做 從心底去做的時候 這個其實已經解決問題 已經解決了很大部分 好了 即是說 人有時會很難 不容易處理 就是因為 經常都有負面的怨氣 負面的說話 經常會說一些負面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能夠用正面的 即是 去回應感受 他明明負面的 所以怎麼說呢 他有很多 很多 即是 那些 那些怨氣發出來 我們可以怎麼說 我們可以說 我聽到這句話 你會不開心 你會說你會聽到我 即是 不要將他那些 不開心 當為人身攻擊 攻擊我 不要當為這件事 也都我們自己有不開心 不要攻擊對方 而是 即是說出 我又不開心 就不要說 即是有時人家會這樣 不開心呢 這個是常常發生 在夫妻上 怎樣 那個太太 她在廣州 都是你 你生了這些兒子出來 或者 你又不教 那些兒子 那些兒子 又不一樣 那些兒子 又不一樣 即是 怨了對方 這樣的時候 對方便會覺得很辛苦 即是 好像 撐人放在 人身上 但是我們 不要用這些言語 用這些攻擊性的方法 這樣的時候 你不會解決 好了 第六 例如說 一方或者雙方 強硬不斷改變 這種情況是比較困難的 如果婚姻 或者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已經去到一個強硬不斷改變的時候 唯一可以做 是對方更多的愛心 更多人要祈禱 希望愛心可以變化 有些人說 不可能的 但都會有可能性 有些人就算他心很硬 可能他心很硬 人一輩子都沒有好朋友 但有一次 有個人真的會聽他說話 那個柔和的心 跟他說話 他會很舒服 那我自己 其實我都輔導過很多人 當然 輔導是有點不同的 我不是經常去住那個人 那我試過輔導過兩夫妻 大家真的留得很緊 那當我兩方來 他真的會 即是給我講的話 他會改變 而他開始覺得 其實有希望 即是大家說出來的時候 是真的會覺得有希望 輔導者是有幫助 為什麼呢? 是一個公平的人 為雙方說話 公平的人去幫他 找一個解決方法 都帶領他去找一個處理方法 所以 其實我主要的 我的膚照不是輔導者 為什麼我會有時 內中 中間有些人有需要 或者有時介紹某個人 需要輔導 我怎麼去做呢? 其實我目的是想救一些人 他的婚姻 救他們的關係 這個是我的原因 其實我的時間 我是想活更多 在宣教和訓練上的 但是 神都給我這個託 希望大家 能夠 嘗試去做 如果你有心去做這些事的時候 你可以上課程 我可以幫助你的 有些人 你真是很有心學 我也曾經跟有些人說 你願意懷疑 如果我輔導的人 願意聽 你一齊 我都可以叫你一齊 採路 然後你看我怎麼做 你可以學習 可以大家 將來學習到 如何去幫助 其實很多人有需要 因為為什麼呢? 在現今的世上 就算監獄 都很多分的 就不可能 即是 他沒有很大分 難以為 會說離婚 但是 吵架是難以為的 很多不開心的 是可以改善的 OK 好了 那有些難阻 處理衝突的說話 即是有些說話 說出來 你都會改善的 那這個說話 就是定了 定了對方 是不會改善的 其實我們要留意 一個事實 和一個判斷很緊 有很大分別 事實 他講一句說話 判斷 他是沒有用 他不能改善的 是兩種東西 有時候人是會說 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活語 即是說了 他對面都不會改善 其實這句說話 是會難了會改善的 所以我們 相信人可以改善 我是見過 有些很兇的關係 有一個太太跟我說 她說 她以前好的關係是怎樣 那位丈夫 有一次 她買了 他們一起買 那些東西回來 很重 那位丈夫很疼她 她說 我現在拿一杯上去 你就拿其他人去找我 我拿完上去 那你就不用拿了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太太 他很喜歡跟他玩 他就很靜悄悄 那個相關 我記得 他就抱著其他 他很靜悄的 然後 他那層頭 跟著在外面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就是他們會玩這個 那時候 是很開心的 但他後來會去到 大家會在一起 有時候 有一個惡劣的感覺 發生是可以回到這樣的情況 這個也都應用在我們頂尖的關係 有時候 好的朋友 可以有一天 忽然間 真的不想再見 那其實有時候 就是沒有傷 沒有處理到這些事情 就是有些個佩儀 你不會改的 你沒有用的 你不行的 你經常都這樣說 你通常會激怒 這句說話 可能那個人是有些激氣 激氣的時候 例如可以這樣觀察 有些不開心的一個客觀 你經常都是這樣激怒 他就變成悲異 令到對方很傷心 好了 你已經多次犯了同樣的錯誤 這個令人的確是會發生的 但問題就是 犯了很多同樣的錯誤 也有很多事 也有很多原因 有時候因為人的罪性 很想改 但是改不到 這樣的時候 我們自己說他做不到 而且有時候人沒有當力 但是如果他真的犯了很多次 那怎麼辦呢 人是會改的 例如一個例子 有很多人很久都不改 忽然間 他一拍拖 忽然間那個女生跟他講 他都改了 那個媽媽說 我一輩子教他 他都不肯改 那個女生一拍拖 他又肯改 誰知道那個女生結婚了 他太太的事 很肯改 他又不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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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戀愛的時候 他哭了他 他又什麼都改了 原來人是 被人愛 是可以改變的 是可以改變的 即是有些很硬的人 都會變成一個很柔軟的 就是人的愛 是真的可以改變人的 另外一邊更加差 我見他就很煩 如果真的他一邊都很煩 他要自己處理 就不是用這句話 這句話 攻擊性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好了 一些可以用的 處理衝突的方法 其實處理衝突 都有很多方面的方法 我這裏只有一些方法 第一 就是兩個人委身 建立婚姻的關係 和願意處理衝突 即是說兩個人都委身 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好的關係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說 婚姻是很重要的 我要建立的 誰知道去到那個情況 我就說 他這樣對我 我根本不能跟他相處 他這樣對我 我真是健康他 即是就會容忍這個方法 但如果說 我去委身 為什麼都盡量做得罪悟 我自己來說 我整天都是我覺得 我的師父 如果我不能跟阿里巴巴好 是會受難了 所以我是竭力 盡量對他好的 他也是竭力 對我好的 那時候 又很享受 我真是很享受到 我又享受師父 我又享受和太太一起的時間 享受他 他很多時候給我很好的意見 所以 更加是幫助我 有一個人 很有心事務 他就說 我要用很多時間事務 但他和太太 就很多事情沒有處理 那我就說 其實呢 你和太太處理 更加幫助你的事務 你好像我這樣 因為我太太影響 令我更加說話 或者和經濟更加感受 這是對我的幫助 不過這些人仍然在學 如果我有些地方 漏了的話 你告訴我 但我都是 就是很大的改變 和我小時候是很不同的 我小時候的人 是和現在完全不同 因為成長的過程 是一個很硬的家庭 很沒有愛的家庭 但是神是將很多的外國和心願 我多謝主 好了 第二 能夠認錯和描述 這個是 亦都是任何關係 有時我們的心 誤懼 有沒有搞錯他做錯 我要認錯 譬如如果有人錯了 99% 我們錯了1% 譬如這樣 他做了些很差的事 接著 我們就罵他一句 罵他一句 我要認錯 但是 總之我們有錯 都願意認錯神 是事情可以改變的 如果我們越是堅持 只是對方錯的時候 有時看不到自己處理方的錯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夠解決那些問題 第三 放下誠言 接受和欣賞對方的任何好意 不再控訴對方 即是可能在心中 某些人覺得他不好 其實我們現在 也可能有些人 在我們相處中 覺得他不好 那我的心裡面 就堅持要 這個人 即是我不能接受 這個人太差了 但是我們想一下 耶穌就是有一種聖挫 他即是看到一些很差的人 行淫是被觸的婦人 行淫是被觸的婦人 周圍的人都說 這個沒有避忘 他整天都行淫 但是耶穌居然會 懈念他的罪 我都不懈念他的罪 從今以後 你不要再犯罪 那些人說 幾多人變了他 他都不聽話 你說他一句 他會改變 但是 就是人有愛 是可以改變的 他就會改變的 就是原來 當我們接受一個人的時候 就是 我們所有的承諺都放下 這個東西 我真的很多時候學習 譬如 輔導的時候 我也發覺 我在 早期的時候 我有時 做律師有時 很難以沒有輔導 為什麼呢 兩個人在說 哎呀我現在吵架 哎呀我現在要離婚 哎呀我又要離婚 那我都不符 那很容易就怎樣呢 我就會看到 有一方很明顯錯多些 有一方明顯 就是錯少些 那在輔導 當然是勸那個錯得多些 那個改 那個錯少些 那個不用勸那麼多 勸那個少少 就是這樣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心裏面就會 接立那個錯得少的多些 那個錯得多 那個我心裏面 都不會太喜歡他 覺得他不是太好 但是當我在這個過程 我發覺 其實他有時是雙方便 有時另一方面 有脾氣 又不開心 或者不接立他 令到他不能接立 但是當我接立他的時候 他真的會改變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能不能夠想一些 你周圍的人很難接立的 你都嘗試接立他 去愛他 去欣賞他 就是令到他會改變 當然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是真是惡人的 那我們要分別 但是惡人 你都對他好 他都有機會改變 惡人 我們對他惡 他更加惡 好了 接著第四 就是靈性和回應 雙方的需要和感覺 這個東西呢 靈性是很難的 我在神學院學過 靈性 Active listening 主動的 要 很簡單 去個例子 例如你很有興趣 成年因高 嘩 有一次講成年因高 怎麼有成年因高 你會讀給兒子來聽 如果講煮飯 你沒有興趣的 你聽的時候 例如你媽媽說 今天你煮飯你先下什麼 然後下什麼 下油 下什麼 你聽完 你忘記了 你用回自己去處理 因為沒有心機 我都試過很多次 當我媽媽叫我 做什麼做什麼的時候 我以為我聽到 說完之後 已經忘記了 我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聽到最初的那句 但是後面全都聽不到 因為我的心裡面已經轉落了 Active listening 是真的很刻意會聽 我發覺很難的 是很難 我告訴你 我在語錄過程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講回 才講過什麼 所以當時 當我講回那個人 忘記了我講了什麼 我忘記了他講了什麼 我真的聽了很久 他講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聽不到 那我很恢復我太太 他真的很多時候聽到 那我自己現在來說 我是聽到多一點 我是留心 真的動你耳聽 而且當他一講到他那些感覺 我特別來真的聽 他當他講到 哎呀我真的很煩 那我心裡馬上 有Active listening 他很煩 我要聽一下他什麼 很煩 什麼原因令他很煩 他做些什麼 嘗試去解決 就是他解決不了 他裡面的那種感受 他很主動地去聽 那我如果聽漏 我要問回他 但是有時候聽漏 我們有時候會不好意思 就是好像 哎呀沒聽到 但是有時候聽完 可能都不清楚 都會澄清回 道德性 那我發覺 我沒有什麼事 我發覺很多人 可能在年輕上是很弱的 包括我自己 都真的很多事 很弱 那我現在嘗試路去更正 那我就試過這樣的情況 兩夫妻 我太太說出她的淵筆 那我就問她的丈夫 好了 我就聽到太太有講到三樣 她很嚴格的地方 就這樣說出來 是很困難 就是很困難能夠聽得出 她這件事上是什麼 其實她可能是她奶奶 她奶奶那樣 可能她在幫助她兒女的時候 很困難她 或者人們怎樣對她控訴 很困難能夠說出來 但是因為我 我真的受過很多訓練 而且經常去提醒自己 要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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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待會好語 因為都不記得她說這件事 我一動到 動不起她的耳朵聽 聽到她說這件事 然後我也可以問她 是不是這件事 她就知道這件事 那我就想她丈夫回應 想回應 可能不記得我 那我就說回她聽 那我問她太太是不是這三樣 她說是 然後我就說 好吧 你怎麼去感受她的感受呢 如果我們學到這件事 我們的相處會很盡 這件事很多時候 是覺得 這些事 做人就懂了 即是改不了的 即會覺得很難改 即有時覺得 已經可以了 我已經懂得了 我已經懂得做了 覺得很難改 但是我很想大家真的 謙卑 我自己也謙卑說 我們真的有時聽人 聽流很多東西 聽流她的感覺 即她裡面的感覺 我們聽流很多 於是我們失了很多機會 去回應她的感覺 失了很多機會 去安慰她 去鼓勵她 去支持她 我們想能夠興起人 我們能夠真的 感受她的感覺 是會好很多的 好了 寧靜和回應 她的需要和感覺 我跟她說出她的感覺 其實說出她的感覺 已經很多時候 衝突就化解了 譬如那個人 很激烈 都是最壞的 你呢 什麼什麼 我們馬上覺得 受傷害 受攻擊 馬上會反彈 我有什麼錯 那我就會反彈 但如果我說 我跟她說 很開心 你不如告訴我 跟她不開心 那她可能 那段戲已經 舉了一半 然後呢 又讓她再去 去說 去聽 原來你這樣不舒服 你原來我這樣說 你不開心 對不起 我孩子真的要小心 真的 真的 有些地方 我傷害你 都沒有想到 對不起我 這樣的時候 你都感受她的感受 是會有很多 我希望大家 開始做這樣的人 輕鬆的事 是說到全面性發揮的 如果一個人 處理很多內心的事 但跟人相處的時候 不能够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都不能够真是 活出這個 豐盛的生命 你想不想 在你心目中 你所記憶中 有沒有一些人 是難相處的 很難相處 不知怎麼算好 你可以試試回去 今天聽這些 可能你這裏聽的時候 太難了 看什麼 不記得了 我希望 其實我會放上網 可以上網去看 在youtube.com forwardslash pastoryeop pastoryeop 你找yeop 你會見到我很多的影片 你跟著去pastoryeop pastor 一模式 你去到那裏 你就會見到 輕鬆得勝這個頻道 或者你找輕鬆得勝 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講的 輕鬆得勝 那你就會找到 輕鬆得勝 那你就可以看回 那你試一下 有些人覺得很難相處 你試一下 靈體無緣分的感覺 有時未必一下子 馬上見功 但是你長久這樣做的時候 你是會見到一些好的關係 你想不想有些好的關係 我是很多好的人的 我為什麼有這麼多好朋友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聽人說話的時候 我會盡量去關心它 回應它 體重它 建立它 是盡量欣修 我可能有造流 不過我真的 我有機會祝福人 我是很想祝福人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能夠 用同樣的心態 那你做人享受一點 你想享受一點嗎 發揮生命多一點 OK 好 好 接著第五 一起說 不如 用平和的心去討論 怎樣處理衝突 這個就是說 那你說 它在衝突怎麼處理呢 但是呢 我們可以聽它講的感覺 跟著就說 不如我發覺原來我們有一個 這樣的分別 我想聽你說 有什麼可能可以改變呢 有什麼方法處理到呢 結果怎麼可以呢 那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嘩你這樣說 這樣就不是只是說到 你要怎麼改 你要怎麼改 但其實人是有良心的 就是雖然有些良心是遮蓋很大部分 但是它是會講出一些 可能不合避的 大家一起討論的時候 可以找到一些 解決的方法 就是大家討論 夫妻也是 夫妻很多時候 當我輔導的時候 有時候 那我就 雙方面跟你討論 忍著一方面 就跟另一方面說 那你這樣就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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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想一想 這句說話 是否有很多指定式 你可以用你一方法 問他怎樣 跟著他問完之後 對方說出來 那個人就說 很舒服 原來呢 當你問的時候 或者是欣賞的時候 或者一起討論的時候 都感覺是舒服很多 當被命令的時候 你要怎樣做的時候 是很不舒服的 用平和的心 大家考慮 不要帶著怒氣 有些人覺得 不生他的話 他不會改的 那些小孩不罵他 他不聽話的 但是越罵他 他就越跟平 所以 我一個教授 或者幫助人 我的看法就是 告訴他們 你很寶貴的 你很特別的 神在你身邊 有情緒的話 你將來可以很大發揮 你可以大大祝福的人 就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看重這個小孩 興起他的心願 好了 第六 在過程中 總是帶著愛心 和人笑 你說很難 我這個人這麼衰 怎麼可以笑呢 真的笑不下去 但是呢 我們想著笑呢 就是做在一個人身上 另一個人處於身上 每一個人幾個不好呢 帶著愛心 想祝福他 有時候人是不習慣笑的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心情太多苦 現在可不可以 跟隔壁多笑一下 祝福你 開心見到你 祝福你 可不可以 試試帶著笑容 去面對 很多人身上的一些問題 是 人家會不會覺得你很奸 他不喜歡你 那你又笑著對著他 你看一下 那些情況 人家在罵你 你不會在那裡笑的 罵的時候 他罵的時候 那你能夠保持那個時候 就無形了 但是你平時見到 他叫早晨可以笑 所以沒有人說你奸 就是你早晨的時候 不會說你奸 好 好了 我們先看 這裡我講一個 一點 基本上一個成熟的成年 我講到基督圖 是可以知道怎麼處於身上 只要願意不要固執 有同理心和同理 不成熟法 基本上 我們知道怎麼處理 其實有兩個人 現在到大家 我們知道怎麼處理 他可以怎麼不說 什麼說話 不過 很多時候 為什麼不肯呢 就有幾個問題 一個最大的 最底的最大問題 就是成熟法 所以不聽話 你現在可以固執 是要說我對他錯 那受固執的時候 他不會固執 或者是沒有同理心 但是當我們有同理心 感受對方的感受的時候 是很多 很多的問題 其實都是可以解決到的 我發覺很多次在輔導的時候 面對的可能 都可以解決 但有些真的解決不到 那時候 我會拿出一個問題 例如什麼不解決呢 有一方是堅決要找分外情 他堅決 就是那個 他堅決是要去找分外情 要跟多個女朋友有關係 那時候 他堅決的時候 就是他已經是這樣 他定義就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 已經很明顯的一個定義 當然 他肯改變 會改就有一個希望 但如果他不肯改變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 就是我都知道 這個情況 是他在罪中 除了他悔改的時候 但是如果一個人是想 很多時候是這樣 兩夫妻都想 不過不知為什麼 說話就刺對方 一說話就發平衍 那其實是 靠耶穌 是可以逐度處理來人 好 那我今次就停在這裡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有沒有一些 人與人相處的 有些衝突 發生一些衝突 很難解決的 有沒有人想問一些這樣的問題 有啊 我小組 就是我新來的 我是新組員 我是新組員 另外有一個 我也沒有得罪他 不知為什麼 我經常說話的時候 他小小聲就疾我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 是這樣的心態 麻煩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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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背後的 側邊的問題 好 那他呢 他就 疾你呢 咦他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實際 當時你 弄出這個實際的問題 那他 有很多可能性的 例如可能性 他覺得你說的話 不分不分 可能他覺得 一些人不合聽 可能他有這個 疾人的心態 對 看少許 也有很多 可能性 如果我們是 受到他的影響 就會很開心 我組長告訴他 他以前還責任 比現在還大聲 他現在聲聲了 這就是一個分別 即是分別到 原來這個人 是有責任的習慣 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組長有責任 即是組長有責任的處理 但組長怎樣處理 如果可以用一個強化 如果他覺得不太好 但是可以用回 譬如當日 疾 你舉個例子 即是疾 你用什麼 你用這樣 如果好像昨天 他沒有 那 大家便宜出去 便宜出去 便宜出去 我問了一些事情 但我也不記得問了些什麼 但他說 你經常不聽我說 哇 我經常不聽你說 很怪你這樣說我 我不喜歡說什麼 OK 好 那的時候 在出隊的時候 很困難 因為怎樣 要走出去 所以即時沒有一個時間 給你回應 如果真的平時的神 你便可以說 我有什麼 你聽到你呢 對老闆 就不用說 我真的要說 有些人 他有一種攻擊性的 性格經驗 在這種情況 我可以說 多數是需要輔導員 比較容易 為什麼 因為當你一跟他說 他已經可能有幾個 但是 如果可以的話 便可以問他 我也想聽你 告訴我 我有什麼地方 我沒有聽到你 說什麼 我試一下自己 聽多一點 然後別人去說 他 例如說 他能夠說得出 你就會說 對不起 沒有聽到 如果他說不出 他總是問他什麼 他說不出 他就說 你沒有聽我說話 這樣的時候 如果他重複 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便 例如他重複 都是這樣 那 可以怎麼做呢 一個可能性 如果你覺得 你可以夠這個勇氣 和你聽 就會跟你說 我聽到你講一些 講我的說話 但是 其實那些 如果能夠回應他的感覺 就是我聽到你 是不是有點不開心 就是 就是說 我聽到你 有些 就是 你講這些說話 是不開心 讓他去回應 他的話 我覺得你不聽我說 或者覺得你什麼 他就說 對不起 其實我都是很尊重 你看重你的 那 就是希望這些說話 融化 讓他能夠說出 他那些不開心的地方 而去改善 但是如果有個人 他真的堅持 用這種方法 處理的時候 輔導員 可以做什麼呢 就 正如有時候 夫妻兩個 都會有些說話 很強硬的 那我就會 聞他 說出來 你聽到什麼 對方說的東西 令到你的恐慌 那他講出來的時候 他講到一個例子 那我就會去 問他 好了 大家怎麼處理呢 他講不到例子的時候 那我就會說 如果你講到例子 你也會想不到 對方做什麼錯呢 那我又會問他 那你覺得 你講這個說話 給對方的感覺 就是他能夠說出來 我這個說話 可能會不開心的 那便可以處理 那便可以處理 之外 不是輔導 被輔導的人 如果他願意改 便可以處理 但如果一個人堅持 就算基督徒有時候 沒有可惜 那些恐慌 即是在這些事上 軟弱 他不軟弱 他不軟弱 他只是想說 他不軟弱的時候 他相處上很有問題 好了 當你覺得 你不能夠去處理 他可以找祖長 或是全國律師 或者他們不去處理 或者成為一個困難的時候 有可能性的 就是 有些人 你真的處理不到的 你不是你的責任去處理 或者你沒有這個問題去處理 那你就放手 離開他 但如果這個人 是你真的要處理的時候 那你便可以找 全國律師 你真是環境 正式地處理 但如果有一個 最柔和的方法 聆聽他的感覺 也可能對他更多的友善 可能會改變 即這個人 我聽到 可能 就是他本身有一種煩惱 其實我昨晚都和我組長煩惱 那我組長 我想自己處理的方法就是 如果他細細聲一陣 我就會不會 嘩我聽不懂你說什麼 你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我想這樣跟他說 可不可以 我覺得 原來這麼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對立 你可以當時 我想不會出聲 過後才跟他說 因為一對立 處理衝突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千萬不要建立對立的關係 譬如他跟你對立 你不跟你對立 你不跟你對立 就不會大家對立的 他對立 然後你又頂回他 就對立 開始兩人對立 以後呢 你就成為他的針對立 有時候 人 人是 不知不覺地做這個 但有時候有些人是 特地 他 有意無意建立一個人的 那時候呢 這些人呢 我們就要正式去找方法去處理 但是 儘量用柔和方法去處理 但是 在未曾處理之前 最好沒有建立到一種對立的關係 是 我想說一件 是 是 在聖經裡面 譬如說 若對方打他 打他 他就給了 聯絡那邊去打他 這個人 現在是根源所說 是對的 OK 這是一個原則 但這個原則 並不是 的意思 是說 我們 我人一直欺負 我們永遠都不出聲 其實這個不是那個 就是不是一個 持續是這樣的情況 而是 那個心態上 我們不介意別人對外傷害 又是說到為主受傷害的時候 我們不介意別人對外傷害 即是 心不介意別人 心不介意 但我們都要去幫這個人能成熟 即是如果我們縱容他 就變成一個破壞教會的人 就是我們不是去縱容他 但是在外的內心 我們不要因為他所做的行為 發怒 以至影響我們自己的生命 這個 即不是說 每次傳他 你傳他就去刮你一巴巴 然後你去哪些 因為耶穌是那個 那個心態 即那個態度 那個principle 即背後的原則 背後的原則 是不要被人影響 就算他再看我 我也不當了完事 我的意思 就不是叫我來 就是人一巴巴 你一巴巴 就等於給他 那些個巴 那個不是耶穌特地 要這樣做 就是 這個意思 那麽會是 我問聖經說我們為仇其恐怖 那麽立刻祝福我們仇其恐怖 其實我想會不會是神功知過我們 警示就要面對這些人的 那麽都要特別出去交給主主 給來那個主持公仇 主你真是給機會可以讓人 祝福到他們最多這樣 那麽是一個方法呢 的確是祈禱為祈禱其他方法之一 不過我們不會只限制於祈禱 因爲是有些要講出來的 譬如說你說過的情況 開祖都會有些事發生 我們一定要講出來 不過講出來的神功就有敵對的關係 是 但這個是我知是困難的 那一間完了之後再有問題 現在兩人都可以 那麽我知是 那麽我想問一下 那麽剛剛說的那個 那麽剛剛說的 那麽說出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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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說到這個節目的情況 他開箱組都經常都會這樣擲入 那麽就 那麽就 就說一次 就跟他聽 那麽說完就是跟他聽 那麽說完就是跟他聽 就問他 有時 在今天開組的時候 那麽好像這樣的情況 他講了很多次 我們要將他記下 但不要在他面前拿出來 但我們要記得 因為那個目的 不是要來撿對他 而是處理 那麽就 那麽譬如說 今天他講過什麽 那麽我們記得 那麽告訴他 那麽說話 我想聽你 想你講些什麽給我聽呢 那麽就是 那麽有一個謙卑的意思 我想你講給我聽 你想講些什麽給我聽呢 那麽有些什麽疏不左呢 那麽就是 那麽有個謙卑的心 那麽有些什麽你請你指教我 那麽他講了指教 那麽你說 那麽我就接受你的提醒 我會盡他去做 那麽然後呢 那麽就可以怎樣呢 都可以去 那麽他去問他 那麽他去問他 那麽你覺得 那麽這麽表達方式 那麽你覺得怎樣呢 那麽你今天跟我說的 那麽表達方式 那麽你覺得怎樣呢 那麽問他 那麽他 那麽他說 那麽沒有事 那麽你就說 那麽這麽沒有事 那麽好的 那麽他就說 那麽你不舒服吧 那麽你覺得怎樣呢 那麽我回答 那麽這麽可以有回答的 那麽我們可以回答 那麽我們 那麽會講到 那麽也是用愛心 就是用愛心說成實話 那麽我們 那麽我們 那麽我也想為頂尖 那麽關係更好的 那麽 那麽但如果 那麽你發覺 那麽他處理不了 那麽有些人 那麽很難處理 那麽有些人 那麽你就看它 大事和小事和重複 重複性不斷發生 那麽是一定的處理 那麽如果是這麽 那麽你不可能 那麽去做 那麽你實在太痛苦 那麽所以 那麽也都可以 那麽跟組長說 那麽 那麽昨晚忍不住 那麽跟隊長說 那麽聯償給你 那麽立即打給我 那麽 那麽如果組長處理好 那麽便好 那麽如果組長處理不好 那麽便再上去 那麽 那麽我遇到這些 那麽問一下 那麽我不是很明白 那麽意思 那麽不如說一下 那麽 那麽直接說出來 那麽 那麽不要忍 那麽越忍它 那麽就越變滿加厲 那麽 那麽用忍字 我會更改一下 那麽用處理 那麽最好用處理 那麽就是 忍呢 忍得久就會生病 那麽會生病 是處理了 變成心鬆了 就算外面沒有處理 那麽心處理了 先放鬆了 那麽不然就很辛苦 OK 好 第一是先擔對單 因為司機教會的原則是先擔對單 然後 處理不了才是再這樣做 如果它是持續 在教會產生問題 我作為這個教會律師 我是任何自然 不斷擔對單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會 我會 我會處理 並且會給它一些原則跟進 我會說 如果我真是 它一路都是 那麽傷害人 那麽我就會提議 那麽和組長一起和它聊 那麽我就會說 那麽它會聽了一些guidline 你可以做的時候 可以聽說話 或者我會甚至 那麽我的目的就是想幫它 那麽我的目的就是幫它 成為一個正念 起碼不要傷害人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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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長期的教會會這樣 那麽 而我作為牧師 用它這樣的神 我是用它 就是好像 魔鬼使用這個人 去造成破壞 那個小組的人可以分裂 可以有些人走 並且重而重 那些人把那些話傳開給他的人聽 就對這個教會連續失望 如果不是我教會 就不是我的責任 但是如果這件事牽涉到我 作為基督徒 不是我教會的人 我都有些責任 就是我可以 就是 有些人是絕對不是我的責任 就是有些很明顯的 就是和我完全很正確的 但是有時它牽涉到我認識的人 或者它說是針對我 或者某一件事 我會處理 但是有時有些處理了 它是堅持這樣 那它又不是我整天見的人 那我就放手了 就是我已經說過了 我已經說過了 我會截停的 我會在這次當的時候截停 那我 譬如有時我問一個人問題 他就離題 我講好很多其他東西 或者我們講明今天分享了什麼 他就講明提 那時候我會截停 那我說呢 我們今天分享這件事 那我們下次就會再聊一聊 那如果那個人是整天 每次都是分享很多東西 和很多拉奸的 那我就會 就是會更加小心 如果真的需要 我就會跟他聊 那這個東西是長氣 就不是經過問題 長氣呢 可以說呢 有些是明顯是罪 就是被傷害人 或者被處理 長氣呢 我們很難在教會 全部處理的長氣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呢 就處理不到那麼多國內 就是這個不是好像處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當時 即是說 我們今天分享這件事 你等一下再說 遲些再說 好 希望呢 今天所講的 希望是一個提示 我相信 我都講 每一次的衝突 都會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現在衝突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心很傷 很不開心 有時有些人會放棄 但我就說 不要放棄 天字實在愛我們 心裡面放鬆 輕鬆得勝利而真 如果你沒有聽過 你回過來聽回 時事都說 神在愛我的 我可以輕鬆的 我可以喜樂的 可以平安的 我可以心態 好嗎 OK 好 我們一起去祈禱 投入的 全心的愛慕神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全心的愛慕神 神是更加容易 臨在我身上的 我們整個心靈 然後進去